埃及这边呢,要么信伊色兰,要么信基督,其他的呢,佛教,道教, 以色列的犹太教等等,完全没有的呢, 埃及这边只有这两个宗教,有没有不信教的,也没有,也没有, 埃及人口多少?一亿多一点点,一个亿多一点点, 90%信伊色兰,10%信基督,这样的话,埃及这边的大部分,大多数的埃及人就信封伊色兰, 还有小一部分就信基督教啊,那大多数还有小一部分呢,有没有矛盾呢, 会不会发生那个冲突?你们在台湾那边呢,应该有听说过, 阿拉伯国家这两个宗教的矛盾呢, 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会发生,但是埃及这边都没有, 那有什么原因呢?因为埃及这边的埃及人从小时候啊, 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宗教,